由于不满蔡英文提名陈菊出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 以及被提名的27名所谓监察委员中 有24人有绿色背景 蓝绿民代29号在台立法机构上演全五行 但国民党最终不敌民进党的人数优势 阻拦临时会未果 不过从29号开始 国民党计划在台立法机构外 开展连续一个月的野台开奖 继续声讨民进党当局 在占领台立法机构议场失败后 国民党内中清代在场外举行 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野台开奖 邀请蓝营民代 民嘴及群众共同声讨民进党 首场直播由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主持 邀请了邮淑惠 邱于轩等蓝营人士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婷也加入阵营 不但吸引近百位蓝营支持者到场聆听 也吸引部分网络主播参与 目前陈菊有58个案子 还躺在监察院里面 请问一下陈菊 你要如何面对 27个监察委员 民进党提了24个 统统都是民进党被解人 退休的官员 前面的略选的人士 仇佣的人士 据介绍 国民党中央已支付40万新台币保证金 申请了一个月的场地使用权 要发起持久战 绿营方面则不断混淆视听 企图瞒天过海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坤29号喊话称 国民党要回归程序到异常辩论 并声称在台立法机构爆发冲突 会影响台湾所谓的国际形象 有党内网友就讽刺称 民进党之前是怎么霸占主席台的 早就把脸丢光了 民进党做的时候是正义 别人做的时候就是有损形象 脸皮真厚